在該國東部開展業務的烏克蘭直升機飛行員 1月25日表示希望西方盟國關於坦克交付的決定 將為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航空作戰硬件打開大門 美國週三宣布將在幾個月內向烏克蘭提供價值4億美元的 31輛先進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 美國總統拜登感謝德國決定向烏克蘭提供鮑2坦克 28歲的軍用直升機飛行員告訴路透社 烏克蘭空軍需要將安裝在軍用直升機上的 就是非製導火箭更換為帶有瞄準系統的火箭 每個人都知道安裝在阿帕奇直升機上的美國地獄火火箭 每個人都肯定夢想著阿帕奇直升機 德國虎視直升機 我們希望有一天能得到他們 華盛頓和柏林做出這些決定之際 西方盟友正在幫助烏克蘭未可能的春季反攻做準備 以試圖將俄羅斯趕出其佔領的領土